山猫和守灵人 在一棵大树下面,有一公一母两只飘子 它们正在安详地吃着脚边的草 这时候,一只山猫出现在那两只飘子的身旁 它一眼锁定了那只母飘子 然后兴猛地从树上跳了下去 一下子将那只母飘子按倒在地 母飘子因为过度惊吓而失去生命 那只公飘子健壮后大惊 它突然大叫一声后,便急忙朝森林深处逃去 啊,好大的一只山猫啊 啊,没打中,让它给跑了 哎,不错,看来今天的运气可真好 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张现成的毛皮 守灵人将剥下的这一张兽皮收好后 便开始返家 然而,当它没走多远 却看到在一棵树根上坐着一只小山猫 小家伙,你在等你妈妈吗? 真是对不起,它跑掉了 哎,简直跟小猫一模一样 你这么小,如何能在这森林里活下去啊? 这样吧,你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 老伙计,我回来了 而且还给你带回来了一个新伙伴 老伙计,不许动它哦 以后这只小山猫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可得好好和它相处,不能欺负它 小家伙,你看 它要和你做朋友呢 你放心好了,它不会伤害你的 真可爱 就这样 小山猫和手林人以及那只猎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尤其是那只猎犬特别关爱这个新来的小家伙 让它在自己胸口睡觉 让它和自己在同一个盘子里进食 哎,小家伙,停下,不能再追了 不然那些鸡会受到惊吓的 过来,过来 乖乖地趴在我身边 老哥 你竟然把山猫当成猎犬一样训练啊 是啊 我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听话懂事的山猫 这个小家伙啊 每天都和我的猎犬在一起生活 所以它们猎犬的习惯都学了起来 它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替代猎犬了 这样也好 你的猎犬已经老了 有这只山猫陪你上山打猎 肯定能守不少事 啊,的确如此 这个小家伙可是很厉害的呢 哎,小家伙 拿出你的本领来 让大家看看 抓住它 哇,它可真是厉害啊 好敏捷的身手啊 真是不简单 怎么样 它厉害吧 好了 小家伙 把这只小鸟放掉吧 真不可思议 它竟然真的能听懂你的每一句话呀 是啊 它聪明着呢 而且还特别听话 不管我让它做什么 它都会非常圆满地完成 真是太神奇了 这只山猫要是卖到动物园或马戏团 那一定能占不少钱啊 哎,你说什么呢 它是我的家人 我怎么能卖掉它呢 转眼间 小山猫长大了 站起来又高又壮 微风凛凛 它的名声 也像它的体型一样 越来越大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回来 小家伙 干嘛去吓唬客人啊 去 回屋子里去 你不要害怕 没有我的命令 它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凶啊 不过即使它这么凶 还是很听你的话 在你面前 它简直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一样 当然啦 它可是从小被我养大的 所以非常听我的话的 是啊 也正因为这样 它才不像野生的山猫那样难以驯服 老伯 你的这只山猫真是太棒了 你愿意卖给我吗 啊 它不是用来买钱的 老伯 我是受了一家动物园的委托来买它的 价钱好商量 五千元怎么样 你走吧 我不欢迎你来 这样说来你是不卖了 不卖 在我看来 它是我的朋友 我的孩子 不是野兽 我怎么能卖掉自己的朋友和孩子呀 老伯 你身上的这个马甲不错啊 是飘子的毛皮做成的吧 是啊 你的眼力还真好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还是一只母飘子的毛皮 啊 你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一只母飘子的毛皮 作为守灵人 你不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法律规定吧 母飘子可是受保护的 谁打死了飘子可是要罚一大笔钱的 而且还要坐牢 最重要的是 你守灵员的工作也就别想做了 啊 这只母飘子不是我打死的 它是被杀猫吓死的 谁打死母飘子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开的枪 老伯 你觉得你的这个理由谁会相信呢 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真不该取下这张毛皮 好了老伯 我也不想为难你 这样吧 你将杀猫卖给我 关于你这张母飘子毛皮 我就当做不知道 我是不会卖它的 只要你答应能好好带它 我可以让它跟你走 你放心好了 它那么懂事 我们都很喜欢它的 我把动物园的地址给你 你想它的时候 还可以去看看它 好吧 你把笼子拿来吧 好的 小家伙 过来一下 小家伙 进去吧 山猫就这样被带走了 伤心不已的守灵人 将那件母飘子皮 做成的马甲 扔进了火堆里 烧了 转眼间 几个月过去了 守灵人 对山猫的思念 越来越浓厚 哎 不知道小家伙 在动物园里 过得怎么样 我想 我该去看看它了 老哥 你真的要去动物园 看望你的山猫吗 是啊 我想看看它现在 生活得怎么样 老哥 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哦 为什么呀 我怕你去看了以后 会伤心的 要知道动物园 对待山猫 绝不会像你 对待它那样好 那我更要去看看了 它答应过我的 一定会对小家伙好的 这只山猫好懒啊 一直趴在那里 也不动 是啊 喂 大山猫 起来跑两圈啊 这只山猫来我们这里 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适应啊 自从来了这里 它吃的东西就很少 才几个月 你看它都瘦成什么样了 没事的 再过一段时间 它把手铃人忘掉 就会正常饮食 恢复健康的样子的 终于找到你了 小家伙 小家伙 我在这里 老伯 你要干什么 不要过去危险啊 是啊老伯 小心啊 小家伙 我来看你了 老伯 不要那样做 山猫会咬伤你的 快通知动物园的管理员 老伯 老伯这样做 太危险了 你还认得我吗 小家伙 你还记得我呀 你看啊 这位老伯真是了不起啊 听说 这只山猫 原本是一位守灵人养大的 那位守灵人 应该就是这位老伯吧 你看它 简直就像一只大猫似的 好经历跟老伯在互动 经过了这些时间 竟然还认得主人 真是不简单的 快离开那里 听着 马上到栏杆外面 你不是答应我 要好好照顾它吗 你看它 都瘦成什么样了 是它自己不愿意吃东西 这怪不得我 快把它拉走 快离开这里 快离开这里 当天晚上 这只山猫 像是发了风似的 不停地撞着笼子 最后 也不知道山猫 是用什么方式 从笼子逃了出来 刚刚从动物园 得到的消息 一只山猫 从笼子里逃脱 工作人员 到目前为止 还在寻找中 若有发现的朋友 请尽快通知 动物园管理员 来处理 哇 是我的小家伙 它逃跑出来了 诶 是谁 是谁在弄门 是小家伙 它回来了 小家伙 果然是你 小家伙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 送到动物园去的 对 我不应该哭 你回家了 这可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小家伙 我发誓 以后 我再也不会 和你分开了 我再次费 我再次费 我再次费